今期節目請我們時代美臣小梅 跟我們介紹時代美臣這個樓盤 現在香港朋友想買的話 要辦理甚麼流程和準備甚麼資料 首先是營購 營購當然交電源金 交轉電源金 正常七天內交首期 可以雙批 亦可以狀揭 雙批更簡單 付完錢直接約律師 做一個申報 做完申報大概是15個工作日 可以直接網簽 這個網簽是不需要回來的 兩個步驟 一個網簽 一個申報 都不需要來到售納部 不需要來到現場 申報是可以寄簽的 寄到業主家 亦可以寄到香港的固定地點簽約 即是有個固定地點可以辦事 包括有我們的律師 還有一個就是網簽 很重要的網簽 因為它是關乎於我們續辦房產證 這個可以電子網簽 不需要過來 我們直接在家裡 先對合同 先發電子檔的合同 過去給業主看 業主之後 再會對上邊的資料 資料OK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開通電子網簽 在上邊簽字就可以了 就很簡單的 非常之簡單的 我們就需要付500元的公證費 給第三方公證於業主 以及發展商的利益 即是有一個500元公證費 中間是中途去收錢的 是的 簽完之後 簽完之後 就會有中山這邊的公證署 會聯繫到業主 收取的公證費 500元 這個會保障到業主 以及發展商這邊 OK 然後做完 這是一次性的 做完的話 就看看何時 過關 亦都可以隔離過來這邊收樓 亦都可以等到通關之後 再過來這邊收樓 因為我們都了解到 現在時代美神 已經收緊樓 是的 如果說他不想等到通關才收樓 他想提前收樓 有甚麼方法 有一個方式就是這樣 他可以通關過來 現在可以隔離過來這邊 再一個就是可以委託 委託 是的 委託內地的朋友 可以直接和他收樓 代收樓 如果委託的話 要出事到甚麼資料 委託書 可以在香港出事公證書和委託書 公證書 可以出事公證書 即是在香港有律師樓或公證書 出委託書和公證書 如果內地朋友在這邊和幫收樓的情況下 他可以全程開視頻 包括收樓時 我們都會有一個現樓師陪同一齊 直接現樓 是的 這是一次性的 還有一些安揭的 安揭的朋友說 我轉完錢給發展商 我轉完首付給發展商 那我的安揭後邊的樓款怎樣付呢 我們就可以提供安揭資料 因為我們有簽恆生銀行 南洋銀行等等 即是恆生和南洋 現在主要做 是的 不需要過來內地這邊 直接我們就可以在香港 直接遞交資料給恆生 或者南洋那裏直接簽按揭資料 包括一些面簽 還有辦公勞卡等等 辦完的話 審批資料沒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放款了 OK 因為中間有一個問題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些客戶 它是恆生和南洋 我們所知就是難審批一些 如果確確實實 這兩間銀行審批不到 我可不可以做大陸銀行呢 可以說真的 因為我們很多業主 在2019年已經是購房 現在也有陸續 給恆生和南洋去批 已經有很大部份已經是放款了 有少部份的話 可能因為它出量單的資料比較嚴謹 它會審度比較嚴謹 像恆生和南洋 它就可以轉回內地來做 做回內地的公行 但是就要等它過來現場 是的過關 這個期間發展商是不會收取任何委約金的 其實我盡量都可以拖 拖到真的等到 可能很快就可以通關 正常通關過來 現在都沒有問題的 是的 都沒有問題的 可以做回中國銀行等等 直接一樣是按揭 交一些按揭資料 相對來說 中行的話就沒有那麼嚴格 中行沒有那麼嚴格 但中行有些客戶沒有的一件事 就是稅單 嗯 稅單的話 你就可以補回一個出量單 即是可以頂的 是的 做運單 也很方便的 剛才你提到這個流程 你已經提到買樓到後面收樓的流程 包括做家庭 我也想知道一個是 途中我們譬如訂金有多少錢 以及付完訂金 我們出的認購書 什麼時候可以出到 然後又要準備什麼資料 去申報網簽 可不可以說一下 是的 我們正常來說 根據每一個戶型的訂金收取是不同的 有10萬 12萬 15萬 這樣的訂金 齊訂10萬 12 15 是的 因為我們要行一個流程 所以正常來說 交首期當天 就立即會出認購書 交首期當天出認購書 簽名認購書的話 我們就可以遞交這些資料 相對來說 如果是一次性的話 就需要提交什麼資料呢 一個就是身份證 身份證 身份證 是一定的 身份證回鄉證 還有一個就是住房證明 中山這邊的住房證明 可不可以說 樓盤有辦法打到呢 因為它過不來現場 是的 有的 我們律師樓是可以統一打的 收不收錢 三百元一個 三百元 是的 直接律所便會和你全傳辦理這個 一個就是 剛才我們提到的住房證明 再一個就是 律師費 你要簽約 是的 專約要律師費 我們一次性的話 是七百元的律師費 就可以搞定了 七百元一次性 是的 剛才我們有所提到的 身份證回鄉證 住房證明 律師費 以及住房證明 住房證明 住房證明是三百元 是的 住房證明是三百元 是的 這樣就搞定了 一次性 沒有其他資料 沒有其他的 因為如果我結婚 我需要提供結婚證嗎 如果我結婚的話 就要結婚證 也可以提供單身子 也可以的 一次性 也是要這個叫婚姻證明 是的 也要婚姻證明 包括是夫妻雙方的住房證明 因為要證明 一個家庭是沒有房證在中山 因為大陸的話是家庭 限購一套 對 限購一套 如果是按揭的話 你便肯定 糧單 工作證明 因為你糧單入面 已經是包括了工作證明 糧單就是半年了 是的 半年糧單 還有一個就是做回 身份證回鄉證 這些肯定要的 包括如果剛才說到的婚姻證明 或者是單身子等等 都是要的 是的 反正就是給一次性的資料多了兩樣 一個就是半年的糧單 一個就是工作證明 是的 是的 再一個就是包括一些營口書 等等我們發展商 都是可以提供的 那一定要的 全部東西都要帶回 是的 我們發展商會提供的 包括有些電子的收據 收據 我們現在都是開電子收據的 業主都不需要說 本身本人過來這邊 或者是我們寄出去 不需要的 不需要這個步驟 那到時換發票呢 如果到時收樓換發票 發票都是屬於電子發票 都是電子發票 現在是電子收據電子發票 是的 就不會說我做不見了 是的 不怕的 因為直接它 直接是保留在你手機上的 如果我做不見的民檔 如果民檔不見了 可以發展商這邊 再跟你打一份指甲的出來 或者是再重新推送一次 換一次電子發給你 是的 那就很方便了 方便很多 直接要推送過去 這個就非常方便 搞定完 直接可以網簽 15天嗎 15個工作日 15個工作日 如果說新年這段時間買 可能會忙一點點 然後推遲到年後 推遲到年後 對 比完首期的話 就連後再交按揭資料 然後再安排網簽 開通電子網簽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現在不需要過來 不需要本人過來 全部都是 直接從香港去搞定了 是的 不需要隔離十多天回來內地才能買到樓 現在完全不用了 全部是我們可以在遠程操控的 就像線上操控電子操控的 用手機就可以搞定所有東西 是的 網簽完後 不是等收樓 等樓放款 何時過來 銀行放款 然後就立即收樓 何時 銀行放款的次日就可以收樓 嚴格來說 一個就是 如果你何時安排 過關過來又可以 或者叫位同行過來收樓 都可以 其實這段時間 已經不用等收樓通知書 不需要了 因為它已經在收緊 是的 已經在收緊樓了 如果你時間趕的情況下 我可以直接銀行放款委託 等我朋友過來收樓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叫朋友過來 拿著身份證和鄉政的福音件 過來樓盤這邊 拿一個收樓通知書 就可以過去收樓了 是的 非常之方便 那真的很方便 是的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要等的了 不需要等的了 還有沒有說 其他一些有關要 我們業主需要注意的東西 如果是敗手續 或者收樓的過程之中 好像收樓過程當中 我們就需要辦到一個香港業主 他過不了內地這邊 他就會要拍一張照片 兩吋的大頭貼 兩吋大頭貼 是的 再一個 我們要拿回一個大陸的卡 大陸的卡是用於交水電費 就是綁定的那間屋的水電費 和我們物件費等等 提供一張卡 主要是大陸的卡都可以 反正大陸銀行卡 是的 大陸銀行卡就可以了 就提供給我們的業主 是的 就這些 還有一個就是燕樓 當然你可以叫一個朋友 包括我們也有專業的燕樓師 上去燕樓 是 有些細節的東西 包括我們都可以全程視頻 是的 視頻燕樓的 有些細節的東西 都可以叫我們物業那邊 包括工程部那邊 重新整改之後 再交給我們的業主 時代有這些貼身的服務 OK 我們都相信 時代一個發展商 加上它的管理 都是非常好的 所有的裝修 全部是用到國際一線品牌的裝修 所以可以很放心 包括我們物業 都是時代自己的物業 國家一級物業 它的管理是 你可以放心的 24小時一專業服務 還有一個 我們公司是成立於1998年 物業 現在是20年 是的 目前是國家一級物業 OK 這個你完全可以放心 謝謝小梅 跟我們介紹得這麼詳細 好像時代美臣這個樓盤 就比較特別 因為它已經是原樓 就不用說 我交了資料後 我要等 或者網簽完之後 等半年 一年才收到樓盤 就不用了 如果說對這個樓盤 有興趣的客戶 你想真的快點住到 在中山有樓 自己的樓盤 時代美臣這個樓盤 都是不錯的選擇 受選 是的 都是受選 我想問 因為我們之前拍攝的視頻 現在也有些時間 現在買單位大約多少錢呢 現在買的單位 即數都可以選擇 例如1998年 117個山房 售價是15000至16000 15000至16000 其實一個均價都是差不多的 包括裝修 包括裝修 現樓 現樓 即買就收樓即住 包括小區 包括小區內的原樓 已經全部建設 所以已經有很多人建設 好美 我都看到 好美 然後還有大約 如果有些人說 我覺得小一點 想買一些大的 買大約會有128和139方 那些四房 這兩隻 首先是雪凌美臣,再加上延楼 包括整个小区的设施,小区的配套是非常齐全的 很吸引 如果对这些户型和对这个楼盘有兴趣的香港朋友 真的想了解的不妨联系下方的电话 也会有专人给你们介绍这个楼盘 记住追踪我们的YouTube频道 看到我们介绍得这么详细 到时会有越来越多的楼盘介绍给我们的香港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